Baph Da 全程大吉同,好運在網 和他以前兩海兩水一級賽冠軍 要小心, 是兩歲 就變成豪仔剛才所說的 是兩歲冠軍 因為兩歲冠軍在美國 是11月、12月跑 在那段時間拿回來的 你已經經歷了一段時間 已經到達五月 是否可以維持到 或者成長期是否中間完全沒有錯 這也要考慮一下 而且最重要一點 就是兩歲冠軍 通常跑的路程偏短一點 那時候偏短一點 不是事必一定, 到三歲中 就可以維持到二千 就算可以, 因為兩歲時 你可能會… 因為你本身是早熟 是會比同齡的對手 或是較慢的對手 你會優勝一點 所以令你能在場合贏得慢 但到三歲時, 好運在忙 你拍到聖銘彥塔打比 你已經只可以拍到三天 即是兩歲時, 縱短無敵 你三歲已經不是了 所以就算他比較受人注目 這場一定是有對手 如果再數下去, 譬如色尼堂果 和大王族的這對馬 尤其是色尼堂果 也是比較受注目的馬 這對馬有什麼影響力嗎? 絕對有, 因為色尼堂果 正正是勝出的 好運在莫 在聖銘彥塔打給那隻 他的跑法也是在前面走 要留意, 他在前面走 可以有時候抓住 我一定會介意這些馬 因為你要留一點 回來跟他鬥後徑 因為大家鬥快也不行 但好運在莫是很均速的 回來後, 你要加速 我看過幾次, 他真的很難 而且兩歲時, 他也是靠速度贏 所以可能到了三歲 要他突然去學識追馬 就算學得識, 也未必是這麼短時間 其實我也覺得, 因為要小心 如果你說去到好運在莫 他加了情之後會變均衝 我稍為有些覺得 他根本就不是這個路程 對, 還怕他不到 他就是不到 所以這也可以解釋 為何他跑得比較短的路程 在兩歲時, 他會贏得比較好 但上來三歲時 他會有一點速甘劍爪 就是這個原因 對比色尼堂果會比較好 因為色尼堂果跑得比較少 六次贏了四場馬 雖然和馬房有大衛王族 剛才說的大衛王族 硬色打比, 也贏了大超值的刀柏林 但那場馬也挺混戰的 所以對比來說 色尼堂果應該比較好 我們也說了多少出馬 比一隻馬房多了 有沒有打單拋, 撞舉又怎樣 撞舉又厲害 上次就慘了 他那次在活特錦標 其實我看回那場賽事 他應該只是入竅 因為他中段曾經遇到很嚴重的意外 是他在內蕩跑的, 一個場馬 半腦臨轉彎的時候 被外側的馬夾, 夾到尾三 差不多是尾三 前面二勝區離開 沒辦法, 二勝區很厲害 但他是左邊邊邊邊的電單車 這樣追上來, 追上哪一隻 追積順彎, 追倒 其實他僅僅第三個 如果我們當作這次賽事的機會馬 這個壯舉絕對不能少看 其實他是受意外影響 而追倒積順彎 他可能在積順彎之上 而且這組馬裡, 我們看了大部分馬 都是跑速度、跑均速 但如果後上有把握 這隻狀距算是其中一隻 有時大家… 不要說到美國的泥地 那麼高級數 其實在香港 我們看到泥地不少的情況下 你也知道, 如果大部分馬 都是靠速度, 靠在前面離開 讓人吃蛋糕 如果你追得到, 一定是泥地很厲害 而且可以完全應付這些惡劣的環境 所以我也覺得 如果有一隻馬在這裡 可以把所有表面上有實力的馬 殺光的就會是這個壯舉 至少兩把刀, 永遠比一把刀 對 你有前有後, 像以前的絕塵 放也行, 後追也行 你不是泥地好手, 腳有事 他真的會跑, 遇到意外也不害怕 或者被泥地打一打 不怕, 我一定會走上去 可能他是這些馬 還有什麼馬要留意一下 看下去, 還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再數下去 當然一定會比較像 例如大衛王族那一輪 他肯定打給冠軍那一場 他跑得第一, 大超值, 刀柏林 其實那些馬都是混戰之下 跑得很近 大超值, 我剛才也說過 他是這場賽事的最大寄望 我想鬥志不用懷疑 但問題是否足夠跑 要考慮他這方面 刀柏林連大超值也過不了 可能應該再次一點 不過你沒辦法 你始終沒有了異勝區 這場沒有了異勝區 其實你看之前的這場賽事 沒有異勝區的環境 也一定是混戰 雖然這場賽事也是混戰 雖然我們對上說了那麼多次 在跑法上較為有利 甚至表現上較為… 或是比較準確 比較準確 我覺得突然會有三、兩隻 或一、兩隻、一隻、半隻 不是在這堆馬的範圍裡 走上來刀柏林 其實以往也有過這樣的個案 一點也不奇怪 因為是混戰 因為大家都知道混戰時 意外會特別多 即是去年的天鳥舞場 對 天鳥舞場是完全不受注目的 如果…有一個問題,忘記問 有沒有說這場肯塔基打比 高分馬會比較好 或者有沒有說低分馬是完全沒得抗的 有,沒必的 沒這些 有,他沒有的 因為他們暫時的精神都是連齡 跟隨前幾場的賽職 為什麼呢 是… 如果他不在之前幾場的賽事 跑得好,連入選的機會也沒有 因為實在是很多馬報名 真的沒有這個問題嗎 沒有,很厲害 因為目前他們…你說高分一點 只不過因為有些… 你兩歲已經參賽 對… 你跑得多一點 你上名多一點,就高分一點 但你這個其實有部分馬都是虛分 對 所以也不會這樣算 如果你說看分的話 多數都是三歲馬 都要到接近肉馬借杯的時間 才開始看分 如果不是對著舊馬的話 看分也沒甚麼意思 舉例如上一屆天鳥舞場 他也不太受注目 實際上他跑聖亞尼塔馬尾 當時他跑第四 因為其他兩名… 三名都在,就不太受注目 但也要引證一件事 也盡可能在這些立場賽事 或者很重要的三歲馬賽事 至少要跑得接近,你才會有爭勝機會 因為傳統大家的智慧就是… 例如香港跑平港 高分馬比較好 沒甚麼好是那些行馬一句跑 不過我覺得同齡馬要小心 同齡馬要跑得少 就不像跑分云陽果有年長馬 那些分是比較實的 沒錯,如果你說這樣算的話 這類賽事,我們每年遇到的不多 不可以說打比那些 因為香港打比也是跑四歲 應該說新馬短途錦標那些 那些你可以看到 高不高分,低不低分 不是撐得好 對,不過同齡馬 不用選擇同馬防潮 對… 你知道 開始知道我的竅片 大賽 所以為何拍多敵要小心 對,大哥,你報也報六隻 出出四隻,沒理由四隻都用來登場 但是他那些很明顯不是爆冷眼 明白,好 這場有什麼錦囊丟下 出這麼多隻,多說三、兩隻都可以 我自己積順灣和壯舉 我都會喜歡 因為他對著熱勝區那場 很有指標性 那場活得紀念錦標 當然壯舉真的受了 所以找回他和積順灣做指標 這場賽事,做一把尺 我覺得挺適合 即是積順灣壯舉 對… 什麼呢? 我覺得…頭髮也是非切即彼 因為我始終相信 他有參與的賽事的賽職 所以既然沒有儀勝區 那場反對比賽 那他們會上去 對,那隊會比較好 不過我也不排除 這場有些後面的混戰的局面 暴力,暴力衝上來 對,跑了二、三、三 你說好像那場… 阿肯會打比那場… 大衛王族那條線 對,那一堆馬 大衛王族本身有些機會 甚至乎… 另外,好像在大超直 甚至乎你跑路易斯打比 甚至乎君子神言 我都不是太敢看死他 完全沒有上甚麼機會 當然,你說在大衛王族那條線 千金一落那些都會接近 不過還要留意兩個打比的冠軍 兩項打比的 佛羅里特打比的冠軍 和聖雅尼塔打比冠軍 冰箱和色尼糖果 我相信也挺有指標性的 好,這個特輯時間差不多了 除了大家收看,也感謝兩位嘉賓 提取至大家 在星期日香港時間的凌晨 兩點半,本港台和高清台 將會同步播映 美國四場直播賽事 希望下次和大家見面 再見 再見